金華城這個案子 第一個現在黃珊珊被質疑的是說 她有參與那個關鍵性的會議 可是她並不是夜管的副市長 那我看黃珊珊的說法 也並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她的這個副市長 是做府會的副市長 當時我做的副市長 也是府會的副市長 所以確實如果是跟議員見面的話 通常除了夜管副市長以外 府會的那個副市長是能道會盡量道的 因為你要維持好的議會關係 那黃珊珊意思是說 那就是有淑慧質疑說 那為什麼彭正珊沒來呢 那黃珊珊說她好像有事情請假 她也不能替彭正珊做主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那個便當會 我覺得並沒有像這個李政浩 他們質疑的 好像說那個會有多麼關鍵 只是說民意代表 他不管基於說那個對方是不是他的金主 或者他有沒有接到陳情什麼 反正這個案子 如果一旦進入調查 從民意代表的角度 他如果要成立 他就一定要有對家關係 就是說一定要有捐錢給他 或者怎麼樣 然後對家關係 一旦成立那議員就很麻煩 可是如果說不是議員 而你是行政官員的話 很清楚你沒有對家關係 你只要被認定是圖利 你還是有事 儘管你都找不出對家關係 找不出來什麼捐錢 或者怎麼樣的證據 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公務人員的相關的 所謂圖利法跟圖利罪的規定 就是如此 那現在對於為什麼大家都判斷說 柯文哲這個金華城案真的很麻煩 你說原本好龍斌 這個好龍斌做市長的時候 他有公開在媒體上講 他只能夠認定的這個容積率 392 對 這其實是大家都可以同意的 可是那時候因為有一個監委 當然那個監委 我相信這個案子掉下去 那個監委也會有事 因為那個監委當時就一直逼著臺北市政府 一直去糾正韓 糾正韓 說你不可以這樣子 不從392變成560 結果那個監委退下來以後 他又反而跑到那個金華城相關的企業去工作 基金會 這個就麻煩了 那問題是你到五百六市政府 作為一個市長 他可能還有這個防護盾 說你看這是監委逼我的 不是我要做的 可是從五百六到八百四十 就二零二十一年 這個他就沒有任何的保護了 他是基於都委會用什麼 用三個理由叫做任性城市貢獻 智慧城市貢獻 移居城市貢獻 就是三個貢獻 說他只因為設計的不錯 這個對城市有所貢獻 就給你平白無故的加從容積率從百分之五百六十 加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讓他多了百億元的這個利益 那這怎麼可能 這怎麼不是圖利 我們回來對比鄭文燦那個案子 大家還記得鄭文燦的案子是因為他有被抓到說帶一個公事包進去 有五百萬 後來出來沒有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鄭文燦那個農地變更案 他還要送中央 而中央內政部還把他擋下來 所以那個頂多叫做未稅案 也許他被抓到他收錢 可是他基本上未稅責任還小一點 今天柯文哲這個事情 他沒有上中央 也沒有上公共工程委員會 你會覺得說市政府過去從來沒有一個規範 或者沒有一個法定的條例 經過議會同意的 你就可以授權多這麼多的容積率 你純粹要用都委會來承擔 那難怪那個都委會的主持人 前副市長彭政生也有事 那他現在跑到這個法院去 他講什麼 他如果當時確定這種大案子 一定要上府簽 所謂府簽就是市長一定要合可 只要市場簽字了 市場蓋章了 你這個責任就逃不掉啊 你甚至沒有說我要請示中央 我沒有任何中央給他這個維護 而且容積率又已經給他通過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案子 對柯文哲來講是非常非常大的麻煩